那么第二个差别呢 就是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别 研究对象上的差别 就是说新维物主义和旧维物主义 都是以现实感性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现实感性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呢 旧维物主义因为不了解实践的哲学意义 所以把现实感性 简单的归结为自然和人的自然存在 简单的归结为自然和人的存在 这样呢就把他所要研究的对象抽象化了 抽象化了 变成了单纯的自然 为什么这样说是抽象化的呢 本来人是一个就是感性现实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 是吧 它绝对不仅仅说只有自然 但是当你把它抽象为自然的时候 你就把它里面很多丰富的内容啊 全部都给抹杀了 抹杀了 那么马克思对这个感性的 现实的自然 它是怎么理解呢 它是把它当作革命的批判的现实 也就是说它是把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当作感性现实 当作感性现实 当他强调感性现实就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的时候 也就是说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的研究对象 就是说你对这个研究对象啊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的物 不是自然的物 不管是外界自然的物 还是能自身的自然的物 自身的自然 而是什么呢 而是能得活动本身 能得自我创造的活动 自我创造活动 所以这样它就通过这个实践呢 和唯物主义这个对感性的认识的理解 它的定位就不同了 一个定位于自然 一个是定位于能本身 能的本质创造本身 所以这样它就这个哲学的定位就不同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区别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呢 就是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分析 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同 就是旧唯物主义思考对象 采取的是主体和客体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而新唯物主义思考对象 采取的是实践的思维方式 是实践的思维方式 那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旧唯物主义所采取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呢 是和这个近代唯新主义采取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致的 一致的 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 无论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新主义 还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 都把哲学局限在纯粹思辨的领域 就是说都是局限于什么 人的认识活动 人的认识活动 所以这两种学说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 就是什么强调感性和理性 物质和精神 对象和思想是对立的 对立的 他们的差别只是在这两集中各持一端 这个黑格尔呢强调精神的一端 而这个唯物主义呢 就是费尔巴哈呢 他是强调了什么 物质的一端 就是这两种 所以马上在这个前面你们看 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唯物主义讲的是什么 那么唯新主义是抽象的发展的什么 是不是讲了他们在这个两个端 两个就是在精神和物质里面呢 是隔持一单 那么正是这样隔持一单 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啊 都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他的思维都是一种同一性的 是吧 讲物质就始终讲物质 那么讲精神始终停留在这个精神 所以他们的这个思维上啊 总是停留在一个纯粹诗变的领域 那么马克思呢和这个 他就强调这两个方面 他的这个哲学呢 他是他强调他的实践性是 超越纯粹诗变的领域的 他要这个走出观念的领域 而进到人的现实的改造活动 强调行动对于人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意义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认识为方式里面 不仅包含着认识的内容 认识内容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同时包含着人的行动 包含人的行动 所以他包含对人的行动的这样一个理解 包含对人的行动的一个理解 强调行动啊 对于能认识把握世界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说什么 他有一个从认识通向现实的这样一个环节 这个行动本身尽如认识 后来其实葛兰西在讲这个实践概念的时候 就把马克思的这个行动概念引进去了 所以当然他把行动等同于政治活动 等同于政治活动 但是他就是抓住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维的 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样呢 他就在思维方式上扬弃了近代哲学 那种把感性和理性物质和精神 对象和思想二元对立的方式 创造了从感性的人的活动 也就从人的革命的实践的活动中 提出和解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 这就构成了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内容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所以马克思在第二条的内容当中呢 就把他作为一个专门讲了认识 当他讲完第一个的时候 讲完第一个内容的时候 就把这个第二条啊 这个认识内容专门提出来了 在这个第二条当中我们看一看啊 他这个实际上是三民啊 实践维吾主义和近代哲学 在思维传统上的一个对立 我们看一看这一条 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能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案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 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通过这一段话 删明了这样一个哲学立场 就是说他的哲学 绝对不参与那种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一种经验哲学的真论 而是要从实践的观点出发 解决提出和解决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他的这个哲学研究啊 从这样一个认识人的思维形式来讲什么呢 因为他在讲的 关于思维离开现实的思维 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 他也就是说 你真认这个问题啊 不是我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的认识人 我的思维方式是不研究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研究这个问题是什么 应该在思维的现实性去寻找 所以我的思维是面对实践的 从实践提炼出他的理性原则来 从实践当中提炼出他的理性原则来 这个理实践哲学 讨论的这些纯概念性的问题啊 不是我所要研究的问题 也不是我的这个思维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虽然是一个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认识人来理解 像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啊 讲了他的思维传统 和近代哲学思维传统 如果说近代哲学 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这个真正问题 马克思呢 是抛弃这个概念的研究 而是从实践当中 是形成了一种什么 研究问题的哲学思维 所以他的哲学是一种问题哲学 而不是一种概念的哲学 他不要求这个哲学体系的 这样一个非常完美 从前到后面的这样一个演绎过程 而在于对现成问题的 一个深刻的一个说明 深刻的说明 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一个 我们就知道 怎么去看待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如果你要想 从黑格尔讲的这个哲学史里面 从辩证法的概念 去演绎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是找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也找不到他的这个发展的内在机制 这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理解了马克思作为 实践哲学思维的 他的一个特点和传统是什么 也就是说 把实践的问题作为 自己要说明的对象 要说明的对象 去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哲学在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的变化 刚好是以他提出什么问题 研究什么问题 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他的理性是什么 而呈现出来的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二十世纪的发展 在东西方不同民族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为什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因为他们解决的问题不同 他们的生活世界不同 解决的问题不同 思考的内容也不同 它的形式也不同 所以就要看到这样一个区别 虽然他们好像看起来 在思维方式上 生活方式上都没有 概念上都使用的不同 但是他们有一个是相联系的 就是在思维的传统上相联系的 都是面对现成实践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 不断地把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提出来讨论 一方面是破除 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教条主义 另外一个方面 也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哲学 奠定了一个基础 可以说是一种方法论的一个突破 首先是在认识论上 思维上方法论的一个突破 这就像这个哲学家 这个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 这个过渡哲学家们 不断地讨论什么是哲学 这个每一个我们看得 好像是一个经验哲学的问题 其实它刚好是什么 我哲学要突破以前的哲学 我就要重新讨论哲学是什么 当我重新去定义哲学的时候 那么我的哲学又就开辟了一条新路 你比方说这个古代哲学 我们讲那个理性主义哲学 强调什么 哲学就是认识 就是达到这个能的自我认识 这个就是哲学 但是在能文主义看来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智慧 是智慧 它不是一种认识 所以这样就是说 实际上它对哲学的不同定理 就提出了不同的这样一个哲学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 马克思在这个第一条 贝尔巴哈奇纲里面提出的 以及它在第二条里面提出的 实际上是构造了 自己的研究对象 自己的思维方式 也就奠定了它说明 说明自身本质的 它的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 那么第二个 马克思在这个地方 对人的本质的说明 我们知道从 从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始终是研究对人的本质的研究 是吧 它的人本主义思想 所以研究人的本质可以说是马克思 是当时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 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说明 当然这个体现在很多条当中 但是主要的体现在这个第一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九条 第十条当中 它所有都表现了 它对这个人的本质的理解 而且在这人的本质的理解上 它一直把自己的这样 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和贝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把它区分开来 这个我们讲了 它要区 对贝尔巴哈哲学的一个亲力 也是对自己哲学的一个观点的一个亲力 那么这样一个亲力 它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体现了它和贝尔巴哈 对人的活动与感性现实的关系的理解不同 对人的活动与感性现实的关系的理解不同 这是第一条和第五条当中散发的内容 这个第一条当中我们看到了 马克思指出来 就是贝尔巴哈的根本缺陷在于 他只承认人的理论活动的意义 而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而当他谈到感性的和现实的时候 又没有看到人的活动 所以在贝尔巴哈里 那里人的活动与现实 人的活动与感性与现实是分裂的 这个我们可以回说一下这个第一条 回说一下第一条 是吧 他仅仅把这个理论看作 理论活动看作是能的真正的活动 而对实践 就是说没有看到这个实践呢 这样他就把能的活动和现实和感性 把它分裂开来 但是在马克思那儿呢 人的活动与感性现实是同一的 就是说能的活动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 是把他的理论论认识认识付诸自然和社会现实的批判的和改造的活动之中 所以人的理论认识认识是他的全部感性活动的一个部分 而感性现实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 就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 就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 这是第一个差别 这是第一个差别在于人和感性之间的关系上 那么第二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 就是对人的个体和社会的关系的理解不同 人的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关系是什么 马克思对这一个观点的散法主要体现在第六条 第九条 第十条当中 第六条 第九条 第十条当中 在第六条当中 马克思就指出 菲尔巴哈由于不了解实践的社会性 所以只是从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个体 这样马克思就把这个菲尔巴哈对个体的理解 抽象理解开口为两个方面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说第一个方面 他撇开历史的进程 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 固定为独立的东西 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 孤立的人的个体 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 这个人的个体 那么这是第一个抽象 第二个呢 他说因此 由于这样一个抽象 对个体的抽象 那么他就说因此呢 本质 只能被理解为内 理解为内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 把许多个人自然的 联合起来的普遍性 普遍性 正是针对贝尔巴哈的这个缺陷 所以马克思啊 就提出了 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结合马克思这个 对贝尔巴哈的这个抽象 个体的批判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 马克思是对能德 可以从这个批判当中啊 这个马克思对能德 本质的社会性的规定 我们可以看一看 马克思对能德本质的 社会性的规定 就是这个规定 既包括个人的历史存在的内容 也有个体与个体之间的 社会关系的内容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在讲这个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时候 他说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马克思说 这个能德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对贝尔巴哈的前面 这个对个体抽象的否定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说明当中 当他说能德本质 是社会性的时候 他不仅讲你这个个体 就是说你能德这个个体呢 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就是说能德社会的这个个体性呢 他不是讲的社会性 不能理解为 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理解 马克思讲的 他这一切社会关系重合 那就是什么 从古代原始这个社会 都有社会性呢 那么我们前面 结合前面讲的 马克思讲的这个社会性呢 他不是讲的那种 能德自然的 那个自然状态的这个群居形式的这样子 依附于自然的这样一个群居的 这样一个自然结合的一个社会体 而是讲的什么 个人获得了社会本质的 这样一个个体的个人 所以他讲能德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 讲的是个体的历史存在的内容 讲的历史个体存在的内容 它包括能和能之间的社会关系 我能既是一个历史的存在 从此呢 也是能和能之间的 个体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 所以这个地方他批判什么 他说费尔巴哈看到了能的个体 但是他却把它抽象化了 抽象化了 所以他说本质 这个因此本质 只能被理解为内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 无声的把许多能 自然的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他强调是能的自然联系 而马克思强调什么 能和能之间 个体之间 他的丰富的内容 是一种社会的联系 是一种社会的联系 所以这样他就否定了费尔巴哈 既强调他的这样一个个体性 能的个体性 他接收过来了 但是他否定把能的个体性 看作是一个自然的 这样一个联合 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而强调他是一个社会的普遍性 这是他的一个内容 那么实际上呢 把这个社会性作为能的内本质 从而把个体的获得 社会性看作是能的本质的实现 把能的本质的实现 个体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强调个体和个体之间的 这样一个社会联系的观点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当中 做了充分的说明 做了充分的说明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地方 所散发这一观点 进一步散发这个观点 不只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 首稿的思想太阔 更重要的是突出了 他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 他就说明什么呢 凡是不理解实践的唯物主义 就是不能理解实践这个概念的 这个唯物主义 都不可能达到对能的社会本质的理解 都不能达到对能的社会本质的理解 而实践的唯物主义对一切活动的说明上 都是建立在对能的社会本质的理解之上的 所以马克思在第九条的时候就强调 他说直观的唯物主义 也就即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当个的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就是说你不能达到对这个市民社会的一种 真正的一种理解 只是对当个的市民社会的直观什么 你只能看到这个表面的东西 你没办法走进这个社会 去了解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第十条当中呢 马克思就写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 所以这样他就通过这个自然 人的本质自然界定的这一个说明 把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区分开来 而他在这儿所说的 对当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市民社会都是指的非社会化的个体行为 就是说你在讲这个 就是说旧唯物主义 他也看到了市民社会 看到人他的直观讲的是什么 你是讲的非社会化的个体行为 而不是一种社会化的个体行为 你既然这个社会化的个体行为 他就说要把这个什么 看到个体获得了这个社会形式的这样一个个体 所以这样呢就是形成了马克思哲学 和这个旧哲学呢 在这个人的本质上的一个基本的说明 基本的说明 后面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对宗教的 马克思的这个研究宗教的原则 还有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啊 今天就讲到这